用你的恐惧交换我的故事,欢迎光临本尊屋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来自日本的都市传说 这是十几年前在日本女性间流传相当有名的一则都市传说 有个女学生为了庆祝自己考上了高中 于是想和朋友一样,在耳垂上穿个耳洞 但因为她没有钱,所以干脆自己在家里穿耳洞 她一开始很紧张,但穿耳洞的过程似乎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 才一会儿功夫就完成了 我们时常把一些事情想得太困难或太可怕 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过了几天,女孩的耳朵感到非常不舒服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伸出来似的感觉 她对着镜子一照 发现前几天穿的耳洞中冒出了一条白色的线 原来是因为有脏东西跑到耳洞里的关系吗 女孩边想着,边对着白线用力一拽 诶,怎么停电了 女孩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原来那条白色的线,其实是视觉神经 由于视觉神经被拉断 那名女学生就从此失明了 而这个故事还要衍生出的版本 咬耳朵的女人 一天放学后,有个女学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遇到一名陌生女子 懒不防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戴的是穿孔耳环吗 一脸差异的女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对方 对啊,结果那名问话的女子 很用力往女学生的耳朵咬去 女学生的耳朵整只都被咬了下来 据说那个陌生女子是因为穿耳洞而失明 所以对那些有穿耳洞却没有失明的人怀有恨意 于是才会路上随即找人报复 来发现心中不满的情绪 好了,实际上穿耳洞根本不会伤害到视觉神经 更不可能会失明 视神经是脑神经的分支 与大脑直接相连着 因此视觉的传导 眼睛与眼球的运动 都和脑神经习义相关 因为并没有连接到穿耳环的耳水部分 所以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上述的状况 而且视神经比一般穿的耳洞还要粗 按理说,并不会出现如丝线一般的东西 所谓的白色丝线 其实是在穿耳环的时候堆积在耳洞里的油脂被推挤出来 或是耳朵上的细毛 当年,在日本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不明就里 就把这则都市传说拿来当作负面教材 并且灌输给学生穿耳环是很危险的错误观念 因为穿耳环是现代人流行的时尚之一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并不讨喜 而第二个版本则是因为猎口女儿衍生出的谣言 不过,好像只在色谷一带流传着 感谢观看